淡江文理学院师生的输血报国运动今天上午热烈展开 淡江学院的教务长简历和训教长曹文超今天上午率先接受了抽血 另外千名志愿参加输血运动的有2100多位同学 今天上午空军总医院的医护人员特别前往淡江文理学院为他们抽血跟做事先的健康检查 淡江学院的同学表示他们希望这项运动能够促成迷失一代千年的觉醒跟社会上的共鸣